大家好,12点45分了啊,这个雨还在下,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是吧?没办法呀,老下雨啊 印度变异的病毒离我们到底有多近? 4月4日,一架从印度首都新德里起飞,抵达香港的航班,一共188名乘客,居然有53人确诊 光是这一架飞机的感染率就高达28%,如今的印度早已成为人间地狱,50个患者争一个床位,别说是呼吸机,就连最最基础的氧气都不够用 这些患者,他们生前别说是治疗,就连检测都没来得及做,由于死亡的时候太多,火弹场的熔炉都被烧化了 更多的地方只能采用最传统的火葬,由于木材不够用,火葬场还要求家属必须自带柴火 面对每天高达30多万的确诊病例,印度慌了吗?不,他们一点都没慌 因为早在今年1月,印度就在首都新德里随即收集了2.8万人的血清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出乎意料,居然有56%的人已经拥有了新冠抗体,并且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感染症状 如果全国都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整个印度已经有7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且产生了抗体 要知道目前全球各国辛辛苦苦硬砸钱去研发疫苗,目的就是为了模拟病毒入侵人体 从而让身体产生抗体,结果没想到印度啥都没做,就已经让56%的国民拥有了抗体 按照这个速度,说不定印度还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个获得群体免疫的国家 这也可以解释,印度为啥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是批准了大呼节的举办 这个节日从4月份开始,持续一个多月,会有数千万人参加 人群密切接触,非常有利于病毒的传播 对印度来说,此时举办节日,说不定还能加快群体免疫的实现 可谁能想到,印度千算万算,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是玩砸了 因为病毒彻底变异了 目前在印度各地,已经发现了多达240种新冠变异病毒 幸运的是,其中绝大多数的变异,都是无意义的 可就在3月24日,印度卫生部宣布发现了一种双重突变毒株 这种双重突变,是在原有变异病毒的基础上,再次变异 拥有两处不同的突变蛋白 这种变异病毒进入人体,会绕开原有的免疫系统 从而具备更强的传染性 原先的疫苗,很可能不起作用 更残酷的是,这个名叫B1617的变异病毒 在最新一波的感染中,感染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 这个消息,对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幸的 因为目前所有的疫苗,都是针对原始毒株研发的 一旦变异病毒绕开了原有的抗体 这意味着过去一年,全球各国辛辛苦苦研发的疫苗 都有可能作废,或者效力大大减弱 现实也确实严峻,美国会议的首席执行官 近日宣布,将在原有两针疫苗的基础上 再次研发第三针新冠疫苗 用来针对目前已经变异的新冠病毒 钟南山院士最近更是表示 中国也在全力以赴研发针对变异毒株的疫苗 一场人类与双重突变新冠病毒的战争再次打响 你做好准备了吗 此外,近期当地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三重变异的新冠病毒 引发当地舆论的高度 双重变异啊,现在有三重变异了 这个印度最近还真是挺严重的啊 每天都有三十多万人确诊 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 这个非常严重啊 前两天中国也发现了 好像是在浙江宁波的一艘轮船上 宁波不是有港口吗 那个港口上的那个船上的那个那个船员吧 好像有11个人确诊了 这11个人好像是中国籍的啊 不管哪国籍的吧 反正据说是来自印度的这个变异毒株啊 西班牙也有了 西班牙第三大城市 在我们南边三四百公里的 沿着地中海海岸线往南走 第三大城市有八十万人口的 瓦伦西亚也有了 这个印度人啊也扩散在全世界 人家不是说啊 说有人的地儿就有中国人 其实印度人也差不多 而且印度人呢 他移民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比中国人还广泛 因为当年的印度呢 是英联邦的一部分 是吧 是英联邦啊 英帝国啊 英女皇这个 这个这个王冠上最璀璨的最漂亮的宝石 是吧 这个 那么印度人啊 随着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英国人就拓展新的殖民地啊 不管是新的老的印度人都去 你看这个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 是吧 年轻的时候就在南非啊 还有新加坡啊 还有香港都有很多印度人 包括我前年去日本 19年去日本 在日本也有好多的这个印度人啊 开餐馆之类的啊 另外这个疫情啊 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 虽然政治上他们有点对立 但是他们人员的往来非常的紧密 频繁啊 还有孟加拉 还有尼泊尔 还有斯里兰卡 现在疫情也都非常的严重 他们跟印度实际上就是 广义印度 大印度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的这个疫情也很凶险啊 本来全人类都以为可以稍稍的松一口气了啊 不管是辉瑞的阿里斯康的还是中国国药的 反正生产出几个疫苗来 当然这个疫苗有的效果是吧 有效的比例是吧 据说才一半甚至都没有啊 反正但是好像还是在努力当中 这回又变异了 变异了有可能之前的这些研制的生产的疫苗就可能失效了啊 反正印度人很多真的挺可怕的 这个我们这巴塞罗那 开小型超市的 好多都是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开菜店的卖菜的卖水果的 还有什么孟加拉人 反正南亚人非常多 这个除非你彻底的让这个南亚还不仅仅限于印度 我认为应该把巴基斯坦 孟加拉 斯里兰卡 尼泊尔 这些国家 甚至可能还应该有什么马尔代夫之类的 马尔代夫离得远一点 在印度洋里啊 反正最起码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 斯里兰卡 尼泊尔 这五个国家的人彻底是吧 给他控制住 才有可能能把这个疫情啊 能够稍稍的 今年我看这疫情过不去了 是吧 去年这就一整年了 是吧 事实上前年年底都有了 去年一整年 今年这都五月一号了 今年完不了 是吧 可能全世界还要死很多人 我听说我们这个西班牙巴塞罗那这到五月九号要放松对餐饮的限制 之前我不给大家拍过视频吗 我们在外边吃过两次饭 你只能吃到下午五点 他就打烊了 就关门了 听说五月九号要到晚上九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好消息 这当然是餐饮业 哀鸿遍野 挣不到钱 有很多酒吧餐厅都关张了 都倒闭了 大家伙跟着苦苦的哀求 或者说是呼吁抗争 但是这不是好消息 真的 因为熊掌羽鱼不可兼得 你是要钱 你还是要命 对吧 现在就是这个 你要钱还是要命 赵本山说的是吧 浩子给猫当山赔 好的